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所中的股票 我的任何一個會員 大家都一模一樣只有一檔股票 而且同一檔股票 因為我們也就只有這一檔 它叫6712長勝免疫細胞療法新藥股 從去年的3月2號 我上輝網開始到今天我都沒有改變 就是唯一這一檔 那有很多投資人今天 來我們看今天 來看今天 今天長勝最高漲停板也就開盤是漲停然後到最後 說343離漲停板差5毛錢 好 那因為非常的強勢 來我們K線圖在這裡 從1月8號開始 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來1月8號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那有很多我的會員就打電話來 老師 我們要買嗎 要不要賣 那當然這些會員都是跟很久了 我給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就還問他 那我請問你 我帶你們進來買這檔股票 是什麼原因進來買的 然後投資人大家都很清楚 老師 因為他有三大信料題材 那第一個就是ADCV01 第二個就是議題擠代堅止幹細胞 也就是我標題所寫的 第三個是CARCUT CAR001 好 那我就問他 請問這三個題材來了嗎 他不是說還沒啊 那我說那既然還沒來 你為什麼想賣 他說賺很多 來 我們來看 1月8號 163 好 他不是漲很多 這隨便都買得到1月8號 好 163 最低160.5 收盤是172.5 最低160.5 最高176 收盤165.5 172.5 收盤 163 172.5 好 看今天 我們對一下 從我們帶會員進來買 這裡叫163 今天是343 163到343 總共是漲了180塊錢 你買163塊 你買40張 多少 650萬 對不對 那你拿650萬買 長勝 結果到今天你的40張是賺了720萬 那我問你嘛 如果是你 來 再看一遍 今天掌停板打開 然後盤中都是在高檔震盪 我問你好了 我應該不是問你說你要不要賣 而是我問你 我常常講的那句話 高檔要買得到 買得到嘛 來 再看一遍 任何人都買得到 1月8號 1月8號 而且 這檔股票不是除了我會員 我在這裡也公開講 還沒上過1月8號 還沒上過以前 我在揮返 我說我燒了2400萬的節目費 從去年的3月到現在 以前你看到那個 我標題叫搶頭香美麗細胞 對不對 有時候你們覺得那個老師 好像很懶惰 那個標題都不變 搶頭香美麗細胞 竹竹就掛在上面掛一年 我掛在上面的邏輯 是我每天都在燒節目費 好 買得到嘛 來 是不是 很好買啊 163啊 就算你到收盤172.5都很好買啊 它沒有跳動很大啊 對不對 買得到 買得到嘛 買得到嘛 買得到這個 好 買得到就學問了 你如果不是我的會員 你頂多進來問導遊 買幾張了 試試看 看線上是吧 老師跟其他的投稿老師 是不是不一樣 因為其他的投稿老師 十幾支股票 我有講過一個笑話嘛 對不對 有一個人打電話來參加 要參加我的會員 人家說 老師 你股票真強 你漲停 我有五支漲停 那我說 那不錯啊 你一檔股票五檔漲停 他說不是 我買40檔股票 其中有五檔漲停 所以這是投資者的概念嘛 所以那個我就沒辦法去理解 這叫平行空間 對不對 他說買得到嘛 但是你買賣這個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不是我都會 你一定買不多 因為 會做一檔股票的老師 我再強調一遍 我如果不知道他背後的故事 我如果不知道他未來要長到哪裡 我如果不知道誰 手上最多 我怎麼敢帶回你做一支 做一檔股票吃力不好好啊 我從去年的三月到現在 我問你 我說 我們大家 你看我嘛對不對 你應該想得出來 謝老師講一檔股票 沒有誘因嘛 沒有誘因就是什麼 他直接就公開講 他就是這檔股票 沒有誘因就是 沒有蓋起來嘛 蓋起來就有誘因 你就會幻想嘛 對不對 沒有誘因 所以會員一定很少嘛 那我 我反問你 你如果做老師 你敢想像我這樣 你要不要 不在乎 做老師 要求聖老師 我們賺錢 節目就消氣了 說一句還沒重也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不在乎啊 為什麼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不管你是一個 兩個三個五個十個 都沒關係 我就這樣子嘛 你既然是我的會員 我是一生懸命啊 一生懸命啊 這個是去年嘛 復古時代代經驗 你看今年就六年 大英轉常識 沒錯嘛 一生懸命 我用我的生命 全部的生命 再做一檔股票 買得到嘛 買一塊錢 買一塊錢 你們一定買 不會買 應該講不會買很多 就是張克佳佳佳 你不要炒火了嘛 這幾次應該講說 你不要蹭一下 蹭啦 蹭聽懂 譬如說我們在釣魚 我們要釣大魚 那裡 魚有在那裡 那個小魚都會來吃一下 吃一下 就蹭 就貪便宜啊 我老實講 那好像起車 乞丐一樣 拿一點點就走 拿一點點就走 叫乞丐 沒有隔掉的 那種我也無所謂啊 我還是那句話嘛 500年前受人的點滴 今世當勇前禮報 一生懸命 好 再來 更重要的是 買得到嘛 買得到 你怎麼破掉 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到目前都還沒賣啊 我也不賣啊 就像我回答我的會員一樣 我們買這檔股票的初衷 它有三大題材 好 三大題材在這裡 一 二 三 任何一個題材都還沒有來 既然還沒來代表什麼 代表還沒長啊 而且我相信每一個人 你做股票 你開始去思考 你做股票 任何人做股票都一樣 做股票最好賺 跟賠最多在哪裡 你如果一檔股票 你買最多的時候 你都買好了 結果結果他就 沒人沒力 漲一點 漲一點 沒人沒力 你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賺錢 所以你就會在上面 有賺你就可能會出嘛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 這個是正常的心態 今天如果你賺20萬 明天收水了剩下15萬 後天又變成賺18萬 再來你可能又收水又變16萬 你會受不了啊 你就跑了 你就吃這段看他們怎樣 明天你不是我的會員 那我那句話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只要是我的會員 你只要黑我就叫你買 明天有黑我明天還是叫你買 你只要今天參加了 明天黑我還是叫你買 明天我會很大電話來 我還沒要賣啊 為什麼要賣 利多來了沒 還沒嘛 好那我為什麼要買他 好我們再看一遍 到今天來 到今天 3.65號碼 好 各位你看到嗎 從163到今天收盤343 好 那今天的量只有2669張 總共的量 今天當然是重新高在看電腦 請問量有沒有失控 好 看下面 這個量也沒比這個量大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量沒有爆出天量 我會講給你聽嘛 有人可能是盤中今天嚇到掌停板來 今天掌停板是260張開盤 對不對 252張開盤 然後收盤是 盤中也有掌停 收盤是343 其實你看最後 也沒有能 也沒有要賣的也沒有幾張啊 離掌停板只有幾張而已啊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想到什麼 我說 我說一檔股票 我也告訴你 其實我每天都在論述給你聽嘛 我帶會員做一檔股票 我說我如果不知道股票在誰手上 我如果不知道市場有幾張股票 我就 我就跟其他人或者是一樣 就蒙著眼睛 然後一天叫五檔十檔股票 這五檔十檔一定會掌停嘛 那明天可能這五檔十檔裡面 還有繼續掌停的 那因為我這樣講 那我可以收到很多會員 那我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為什麼 這麼好容易賺錢 我不做 我偏偏做這個吃力不討好的 而且燒節目 從去年再會員到現在 燒了2400萬 為什麼 我還是那句話嘛 我們再復習 隨便我一個會員 我說40張 很簡單嘛 640萬你有沒有 650萬有沒有 有嘛 大家都有650萬啊 你擺40張650萬啊 我只要40個會員 一個賺180萬賺了7200萬 我不只喔 我不只喔 一個賺720萬 40個賺了2億8800萬 謝老師你覺得是2億多嗎 沒有 謝老師 建分2千4 結果我讓我的會員 我認為是超過2億8800萬 其實股票市場真的很好賺 最懶得在哪裡 確實是第一個 很多人都會 哎呦 老師金耶 謝老師金耶 他跟其他投稿老師一樣 都有看白的 沒準就沒得拿出來 還要拿出來 中國準了一次嘛 可是現在是講一檔耶 只做一檔耶 大家很多人都 心裡應該講說你不相信你嘛 你看我可能有人看很久了 可是你還是不相信你自己 你不是不相信我啊 我的股票上來你 這是事實嘛 可是你不相信你 我請問你 我說我的會員隨便加一加 超過2、3億啦 就40張的 只要40個就是2億8800萬 這節目才240萬 2千4百萬 今年啦 一年啦 那這個股票市場很好就是 你的看到好幾億錢在這裡 而且都已經 我的會員都已經算是 在他的帳戶裡面 收盤了嘛 對不對 收盤了 這叫收盤嘛 你如果是100張的 就是1千8百萬嘛 這收盤了啊 你的帳戶裡面 你就多1千8百萬了 你40張就多了720萬 那我請問你 你來參加我的會員 難道我會跟你收720萬嗎 沒有啊 公司也不可能跟你收這麼多啊 公司也不夠 這一年來也不夠 花了2千4百萬給會員收走嘛 這2千4百萬就是你們要來分攤的嘛 對不對 我說合理不合理 我吃水沒關係 我吃水沒關係嘛 2千4百萬全部會 會碗要拿走嘛 我喝水沒關係啊 我喝水沒關係 就是我沒有收入沒關係嘛 我吃水就好了 總要收2千4百萬嘛 如果沒有呢 沒有我常常講 你們就是不讓我退休嘛 對不對 不讓我退休你們會賺更多嘛 好 那你想 請問 從163到今天343 一張是18萬 隨便40張就700 有時候算起來很多 720萬 我常常在想說 我為什麼要做投顧老師 或者做謝明清老師的會員就好啊 那比較好談啊 而且節目會我就交給他啊 對不對 交給謝老師他們的會員的會員 都是常盛出的 又不是你出的 而且不但出 而且你還都很多出來 不是這樣子嗎 這點你也想的困難 你做告別你就好 結果我為什麼 你們大家有點奇怪 謝老師為什麼只貸會員做一檔股票 我說這二三十年來 我以前當投顧老師 我是跟其他投顧老師一樣啊 喔 一直在換股票 我都強勢股 好像是介紹股票 不是貸會員做股票 因為大部分老師都在介紹股票 他在介紹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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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都介紹強勢股 介紹強勢股 賺的時候他厲害 他陪著他 他繼續講 他後來就繼續講 所以他 他晚上應該也睡得著吧 他在介紹股票 他不是在貸會員 那我是在貸會員做股票嗎 那重點呢 那我為什麼還不賣啊 我等一下 我們來講 講這個邏輯 我來講這個 就是要回答我會員的 就是要回答我會員的 老師我們攤這麼多 敢不賣 我就 很簡單的 你覺得看過大隻股在噴風 你說不賣啊 我也是不賣 股價 第一個 你不要異色立場 股價你要把它當作什麼 他既然已經是股王了 來 常盛已經是股王了 生衣股的股王啊 那既然是當王 他就是一個藝術品 什麼叫藝術品 皮卡手的話 如果只有一幅 他是十億就十億嘛 不然你不要嘛 五億就是五億嘛 所以當股價是王的時候 他就是藝術品了 他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所謂沒有什麼價值 就是他 他的價錢就無限的 會是多少錢 你不要異色立場 有人可能說 這個藝術品他就 我五億自己標 你覺得我不要 我六億 難道那個東西是不改變 為什麼有人要標五億 標六億 那個叫藝術品 常盛已經是藝術品了 為什麼是藝術品 我再問你一遍 來 今天成交量2669張 我剛剛所講的 我每天都要提醒你 抽籤戶總共1104張 抽一張嘛 138塊 那第一天就賣了嘛 反正全部賺錢誰不賣 第二個 競拍 競拍是3925張 那加一加就4929張 總共 所有的市場流動的 我常常告訴你 市場流動的嘛 所以各位 今天一定有人嚇到嘛 早上量比較大 就想可能會爆出天量 你怎麼會去 我通常先不要 有些人會自作聰明 外面的量就只有4000多張 怎麼會爆出天量呢 來再看一遍 這裡的量是2600 應該兩千 這第一天上櫃嘛 22826 這一定有人嚇到 唉唷 會不會是爆天量 結果到收盤剩下2669張 連最後一盤也沒有量啊 對不對 這31張如果是買 不是賣齁 如果是買可能就漲停 你看那沒有量嘛 這31張如果是買 它可能就變成漲停 對不對 我再來再看一個 這個就比較重要了 今天外資上市賣多少 賣166億 上櫃也要賣 來看長勝來 禮拜一三月八號 三大晚上買賣超 來 長勝外資買了186張 我一直在跟你講 股票市場 當外資有一天突然 他發現籌碼收了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不會讓各位買了 186張是他從上櫃以來 第二大的買超 第二大 那你一定想說 剛上櫃那幾天 價錢很便宜 為什麼外資不用你買 160幾為什麼不用你買 股價來到了最高點 已經漲了180塊 結果外資今天毛起來買186張 我還可以跟你講 有一天外資竟然買個 五百一千張了 你也不要意外 為什麼 他的目的是把它縮完嘛 因為長勝已經是藝術品了 他已經不是股票了 他就是藝術品 他是股王了 股價我常常在講 你如果股票抱著 有一天什麼時候最好賺 不是在那樣放來放去最好賺 而是他可能漲一下 跌一下漲一下 慢慢把福爾洗清 洗到差不多了 開始蹦蹦蹦跳功上去了 那爆功上去 跳功上去 他可能會三隻掌田或五隻掌田 再洗一次盤 然後再三隻五隻 上去以後如果 根本沒有人有了 為什麼有時候你看到掌田板 只有幾張而已 你都沒有人有了嘛 洗盤洗光光了嘛 所以我說你不當我的會員 你永遠不可能去享受來 再看你一遍 我再問你一遍 我所講的都是不能稀微造假 我的任何一個會員 我連一張都不賣 我還在這裡告訴你 明天假設今天參加會員的 明天有黑我還是叫你買 那你問了為什麼 因為它會到哪裡 你知道嗎 想不想知道 打電話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周一至周五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本節目不對不特定推薦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是我會員 唯一的一檔股票 大家同樣都是只有這一檔 6712常勝 美麗細胞 常勝式新料股 1月8號以前的任何會員 都是買163 1月8號以後參加的會員 反正你參加 隔天有黑我就叫你買 不會改變 會一直到它的利多兌現的時候 那它有三大利多 好我們來看這裡 從1月8號我就會先告訴各位 它會先登生技王 再戰台股王 請問 它今天穩穩當當生技王了 其實禮拜五就當生技王了 禮拜四就當生技王了 今天是穩當當生技王 來看這裡 從1月8號掛牌 最低160.5 好最高176 所以172.5 這是1月8號 好到今天 今天3月8號剛好兩個月 今天343 各位你看到的是什麼 這裡是160.5 這是一月線 現在是348 最高 這東西我給講 這兩個月以來 我待我的會員 就是只有這一檔 而且一張也不賣 一張也不賣 為什麼不賣 我寫在這裡 好那寫在這裡 來我們來看 這是常盛董事長說的一句話 We are second to know 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相信都知道吧 市場上沒有人有辦法 讓我們變成第二 對嘛 我1月8號就告訴各位 台灣先生登生技王 常盛董事長說的 市場面上沒有辦法 有人讓我們變成第二 那就代表什麼 第二離他很遠 我今天YouTube都不要寫得很清楚 常盛是被低估的生技股王 我請問你 既然當股王了 我剛講他是藝術品了 股王才300多塊 股王才343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動不動電子股 有些阿里不渣的 都是上千塊 一兩千的都有 那阿里不渣的 那個門檻都很低的 常盛是台灣唯一 而且他不是台灣東南鳥唯一 我說只要 只要政府這個公告以後 我告訴你 這個叫千億的市場 因為這個即將要公告 這個叫其中一個利多在這裡 2020年底有望公告 但是還沒嘛 現在已經2021的3月了 這代表什麼 遲早要公告 這叫液體商品化 液體細胞商品化 所以常盛的董事長說 市場上沒有人有能力 讓我們變成第二 所以我拿出這一張來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 來 先看一檔股票 它叫 它叫核一 你看到四七四一的核一 你看到這裡 他在4月15號停止交易 因為他拿到5.3億美金的售錢 然後我們乘以28匯利 除以他的股本來 往上看 股本是35.3 5.3億美金乘以匯利28 除以股本 它是拿到4.2的股本 從這裡開始 從32.5一路跟你漲到47.6 476塊半 從325漲到476.5 拿到4.2個股本 可以到476.5 好 我們來看長盛 長盛 如果比照剛剛的 它是在南京新白 以8.7億美金 去併購一個素土細胞 那長盛比它更好 一樣用8點 假設一樣是8.7億美金 乘以28匯利 除以長盛的股本 是39.5個股本 長盛跟核一拿到4.2個股本 它可以漲到476 長盛如果低一個 就有39.5個股本 來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 因為未來我會持續再講 來看這裡 來 南京新白 有沒有看到 素土細胞疫苗 就8.7億美金收購 那我說一樣 比照假設是一樣的 8.7億美金 乘以28除以長盛6.16 它對它來講 貢獻度是39.5個股本 39.5這裡是4.2的 合一就可以漲到476 那它是它的幾倍 39.5是4.29倍啊 9倍啊 那如果476.5 你把它乘以9倍會是多少 所以我就拿一個 當然下面還有第二跟第三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短 我為什麼回答我的會員說 我請問你這三大利多 哪一個已經兌現了 他說還沒啊 既然還沒 你告訴我多少錢 假設有一檔股票漲到3000 我上個禮拜也講 300多算貴嗎 316貴嗎 今天343 我還是那句話 假設有一檔股票真的會有可能 如果一一兌現漲到3000塊 你告訴我343是貴嗎 記得一句話 常盛現在已經是穩居股王 已經三天了嘛 三天就是股王了 穩居股王而且300多了 可是300多的生技股王 是不是笑死人嘛對不對 而且它既然是股王 它就是藝術品了 它的價格 我告訴你 無可限量 或者今天股價創新高 外資買超 它上過以來買超第二大 它第二大買超 前面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現在買 代表什麼 等它服務而說完了以後 不讓各位買了 還是那句話 賣得到 賣得到 賺得到 你來找我 打電話 沒同一個時間再會 自負投資風險